深夜十一點多 青州小菜前 八名黑衣男 圍毆兩名男子 抓緊安全帽 往頭敲下去 離開前 又拿塑膠椅砸頭 還來一記右勾拳 拳拳倒肉 把人打倒在地 附近店家來勸架 八名黑衣男 似乎氣消了 大搖大白離開 救護人到場發現 兩名被毆打的男子 大自行躺在地上 血流滿面 手也骨折 這起圍毆事件 發生在嘉義市文化路夜市 五位民眾 在青州小菜吃宵夜 因為一桌子撞到人 爆發口角 對方八個人倆說 當場圍毆透明兩人 把人當殺包打 吃個宵夜 也能打到頭部血流 手骨折火氣好大 警方尋現掌握 八名黑衣男身分 陸續通知道案說明 最後依照劇眾 道歐和傷害等罪嫌 移送法辦 記得後關王書宏嘉義報導 我們來幫大家 來科普一下下囉 好 水神跟病毒 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變成了水喔 這個換句話說 是完全不殘留 也沒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會刺激皮膚 小朋友 寶貝 兒童 孕婦 完全都可以用 歡迎大家上快點購 好 好